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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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生好 我好久没有面试哦 我好紧张 我昨天是没有睡嘛 我叫魏晨璐 然后我交了十几年 我是先交 交了以后他才去拿正照 我先拿游氧的正照 又拿瑜伽的正照 那所以我现在是跳游氧舞蹈野泳 然后瑜伽也有 批拉提斯也有 然后我这个比较我要介绍 看前五个部分 然后第一个部分就是上课开始的话 先用一些比较舒缓的 比如说弓箭步啊 比较舒缓的动作 比较缓的音乐去做 就先暖身让身体热 再第二段的跳 那第二段呢 也会有怎么跳的动作 就是可能踏步 慢慢就让身体热了以后 休息一下 可能就洗五分钟十分钟 这个水才第三部分 那第三部分就比较激烈哦 就会有比如说有台西啊 跳啊 开合跳 比较激烈 然后就再休息一下下 大概跳个二十分钟再休息 休息完后面第四段呢 我就会用瑜伽跟皮拉提斯去做 主要是做比较静态的 比如说弓箭步 就是静态的 对耳激烈 吸吐 然后再一个跨蹲 吸吐 就是连串 串串串下来 然后最后就是 比如说今天 最后一段就是 放松 那放松之前 我会在每一次都会有一个修饰 一个部分 比如说今天要修饰肚子 那我们就先做哪个动作 可以让瑜瘦肚子 或是哪个动作瘦手臂 这个动作做完就直接伸展放松 他伸展放松也大概有二十分钟 因为如果 因为前面有跳的动作 如果不彻底伸展的话 可能回去会痠痛 这就是我上课大概 目前现在上课大概就是这样子规划 好 就是说 因为在射大这边 其实的年龄都比较天高 那以这样子的课程 在射大这样交 会不会造成他们受伤的原因 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 我可以示范吗 可以可以 比如说刚刚我们有说 要第三段有跳的动作 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是跳 比如说我会说 好来往前走四步 点 点 往后走四步 点 可能他们已经跳习惯了 你会觉得 老师我没有瑜伽 然后我们就会 然后用跑的 点 点 用跑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 就是比如说我年纪可能比较大 或者我今天状况不好 那我就还是做简单的 走四步点 可是我想留多一点看 我想要让自己瘦下来 那我会用跑的 就是说我的设计的动作是 第三段比较低的时候 不会一开始就让他们去跑 比如说台七 大概只能这样抬 这样抬 那可能有人说 老师我这样抬 我就没有什么感觉 那你就加上拍手 往下抬 那那个强度就增强了 所以一个就是说我的客人是一个动作 不会一开始跳那么高 让他们不舒服 就慢慢慢慢慢慢增加 那如果还是不舒服 没有关系 就是说 像你说的 有些人可能年纪比较大 可是通常 大部分在两堂课以后 他们都会 心碎功能就比较好 他们就算你不想跳 你不想跳 那么激烈 他们都会给你多少事 可是他们就会冒冷 那再稍微跳 大部分都会这样 大部分的学生都会这样子 就两三堂课以后 他的体力 肌耐力都会提升 其实运动就是 怎么讲 就是要持续 如果你第一 如果你不要做老人家 你说年轻很好了 现在我的学生有那个高中的 他第一堂课跳完 他说老师我回去脚很抖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很少运动 所以他爬楼子一直抖 所以不是只有倒 你们不要以为说 这样年轻人体力不好的也很多 真的 所以有持续运动 跟没持续运动 其实是抄在这里 不能用年纪去算 要用你有 你是否持续运动 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认为 所以如果是两个 比如说两个人 一个是年轻人 他可能30岁 一个人是50岁 50岁的人 他有持续在运动 他的体力 一定比那个30岁 没有在运动得好 我的想法 通常我上上课 上那么多年 十几年的感觉 也是这样 你现在这个班级里面 有年龄层 就落差很大 比如说 七个是二十几岁 七个是三十几岁 就年龄的区格非常非常的大 你怎么样子的去做教区 在因为我们上次时间 年龄只有两个多小时 可能到三个小时 那你怎么样子的去监顾 他们的教学的进度 这样子 通常的话 我不会以零零层去分 我会以这一班的体力去分 比如说这一班 一半以上体力都很好 那我可能就会中强度 中高强度 那如果这一班 比如说不管 比如说 这班体力通常比较不好 那我不会一下子标那么高 因为他们下次会没兴趣来 那我们可能就 比如说 台湿人开湾喝喝喝喝喝喝喝 随便喊 他们也很高兴 就是你要让这课好玩 随便下次才会愿意来 所以我不会去年里来分 这个课要怎么上 我会以 比如说这一班 比如说这一半以上 都没运动过 你给他跳那么高 他不会那个 那可是这一班 你要考虑到说 那另外一半他常运动 他要流汗 那我就用教说 静态或大腿的力气去做 比如说一个工面部 尤其在那边 心同学不管 心同学就同学他都用到大腿 然后大腿 你只要压这样 底下子他就会觉得很喘 再回来 然后就心同学有可能就说 那你就停在这里 好回来就回来 那就是有可能说 好就是你回来 就在一个跳跳 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那个动作 我也只有一个单的动作 这动作可以做变化 对 所以我通常不是引你去 去分这个科学 我会看 因为其实 有运动和没运动 那个看了大概两分都不知道 有运动了 那个他还 不会喘 没运动 可能一三分钟 他又在看起来 他就开始飘汗了 所以 所以其实不要用明明去看 真的 不要一直觉得说 五十岁六十岁的体力都很差 不一定 有的五十岁六十岁体力 告诉你 比二十岁的还好 比二十岁的还好 谢谢 谢谢